我手上的W1和W2手機外置解碼 其實到了我手都整個月 但未詳細拍片是因為一直都不齊貨 斷一下斷一下又不知道貨期 所以拍出來大家想要都沒辦法 現在功課就穩定了 要講一下W1和W2有什麼厲害 首先他們是現在市面上最貴的手機外置解碼 即使是W1 W1都是一個叫做入門 它叫做入門的型號 都賣1588 那這隻旗艦高階的W2是賣2388 中間再欠了8塊 即使W1的定價已經拋離市面上很多外置解碼 有什麼這麼厲害呢 它是有賣點的 本身它的推力是超級大的 大家未必知道推力的概念是多少 我們譬如玩膽機或M就會說多少瓦 即是多少W 其實如果這些外置解碼來講 它就是用這個叫豪瓦 是MW 即是都是W 但前面多過M 如果以落圖來說 經常有人問這個S1和W1的比較 如果S1的推力 就是120個MW 但去到W1的話 是220個毫瓦 多了100個毫瓦 W2就再多10 就是230個毫瓦 是現在市面上推力最大的兩款手機外置解碼 剛剛提過 其實兩個型號是有差價的 就是1588和2388 中間欠了800元 那究竟那800元是什麼呢 就是欠了一粒deck W1是行一粒CS43198 W2是行夠兩粒 那你心想 一粒deck是否欠800元 不是的 不只是那粒deck 因為你要多走一粒deck 你有很多其他線路上的東西 是要配合 即是你那800元不是只買多一粒deck 是買多一粒deck 周圍的配套 以及W2的推力功能上也比W1多 W2多一個叫Tune的功能 Tune01、Tune02 是兩個不同的音效 而這兩個音效 是跟裡面調教EQ是不同的 講到調教EQ 其實操作上也好像之前用過的樂圖 前面有個屏幕 你調教什麼 在一個屏幕上就已經看完了 使用上很簡單 無論W1、2 都是只有三粒仔 已經弄了所有東西 我都試過它所有EQ 兩條都試過 但是我都決定用Normal 我覺得Normal的聲音 是最平均、最舒服的 講完功能上的東西 就講一下外表 銀色這一隻就是W1 黑色這一隻就是W2 就這樣看下去 其實我喜歡銀色這一隻多些 就是反而便宜一點 入門的那隻銀色 這個是比較討好一點 不過呢 黑色這一隻 不要怕它就這樣黑色 底部是有碳纖的 對於這個化震是有作用的 兩部機都是有3.5和4.4的 output 而收得你這樣的錢都要交足料 它們的4.4的 output 都是用原廠日本Penacorn Ear的插座 除了軟件和硬件都出眾之外 它還會提供Firmware update 那你就不怕說 哇!這麼貴買了一隻東西之後 用得久了會不會外出的 配件方面 兩邊都一樣的 都會跟回 一條Type-C 一條Type-C去Lightning 以及一個Type-C 轉回Type-A的轉左 給你Notebook 或者電腦用都OK 這些都是基本的配備 有少少投訴 少少投訴就是 喂!你那兩支東西 這麼漂亮 又有這樣的價錢 這條 這條白色線 好像 不是那麼重料 有少少像原廠Apple那條 當然 Apple那條就差很多 這條摸上去是粗一點 硬一點 但是 我覺得 外表上 其實有這個改進的空間 不過不要緊 買得W1 或者W2的朋友 根本就不介意投資 再去換線 市面上 都有很多不同的線廠 是做Lightning去Type-C 或者Type-C去Type-C的線 你喜歡什麼料 我叫什麼 單晶筒也有 導銀也有 那你去找一下 就已經OK了 講到最重要的聽感方面 我先講一個結論 在這個月裡 我都反覆地 久不久 拿他們插電話 聽聽歌 W1 是很接近Player 的Performance 不止一個人問 如果我已經用著 樂圖S1 用不用轉 我就覺得 很接近的東西 除非你的耳機 樂圖推不了 好啦 你需要大一點推力 你才需要轉 如果不是 聲底 功能 各樣東西 其實都很接近 你用樂圖的 未必要轉 但如果你未買的 又密色 肯花一點點錢 那W1 都是一個非常不錯的選擇 好啦 W1 就是一個接近Player的Performance W2 就完全是 將你的電話 變成一個 旗艦Player 的Performance 2千多元 其實2千多元 你獨立 都可以買到一個Player 但是 你有時搏電話 用又的確 會方便很多 你的Apps 各樣東西 都放在電話上 電話上 有網絡 4G 5G 不用多帶一塊東西 兩隻手機的聲音 非常接近 但是W2 的深度 和密度 是明顯比W1高出少少的 不是高很多 是高少少 那大家知道 產品這些東西 去到80分之後 每上都一分 要付出的努力和成本 比80分以下的分數 是差很遠的 我自己如果不看價錢 就一定是選W2 就算你閉上眼 Blind Test 你聽兩隻 因為 其實小弟初頭 沒有看過盒 就這樣拿出來聽 我以為銀色這隻是W2 我聽完 再聽這隻 為何這隻W1好聲一點 不是 就看回盒 黑色這隻才是W2 因為我以為銀色 漂亮一點就是高級一點的 不是 經過我自己比較烏龍的Blind Test 這隻黑色的聲音明顯是深一點 闊一點 自然一點 聽說外面不是所有店舖都能夠找到W2 那我就 多謝代你給面 有些貨給我 那如果你需要W2的 想網購的 那可以去我那裡 那關於兩隻機 結論就是 如果你是 完全沒有用過手機的外置解碼 那你可以用W1 你試一下沒有 OK W1已經給了一個非常不錯的體驗 但如果你已經用任何外置解碼 你追求一個跳躍式的提升 那W2是一個不易之選 那是 然後馬上來 跟通道 好? 抬起 OK 很可憐 十分